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川普时期的强硬对众政策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早前表示 通过计划禁止华为海棠威视等等的五家中国企业 向美国销售电信安全监控设备 等于这些中国企业的产品 在美国视同不准贩售 外界解读这是美国加大对中国的制裁力道 不过当时法人分析 海康威视今年首季获利达到了人民币21.7亿元 年增45% 显示其并没有受到美国禁令的影响 反而随着市场的需求增加 销售规模扩大 但是这也并不代表海康威视已经完全放弃美国市场 自由时报综合报道 海康威视目前已经接连的找上多位现任美国联邦国会议员担任其代理人 对华府政治人物进行游说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近日公布的资料显示 前康乃迪克州民主党及联邦众议员 目前任职于华府知名水星公共事务公司的莫菲特 已经登记为海康威视在美国的代理人 将进行政治游说 预计与国务院 财政部 以及商务部官员洽谈 康州民主党及联邦参议员布鲁曼塔 则是曾在4月间接受莫菲特2000美元捐款 但是布鲁曼塔代表律师强调 议员对莫菲特替海康威视工作仪式并不执行 会退出全部款项 布鲁曼塔曾在推特上抨击中国企业 暗中的窃密和监控 另外前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及联邦参议员 韦特则是早在前年就已经登记 作为海康威视的外国代理人 他还曾说过 目标就是要确保海康威视在美国生存 前加州民主党及联邦参议员波克赛 也曾经为海康威视提供咨询 但是这层关系在拜登总统就职委员会1月间 退回了集500元捐款后曝光 随之而来的舆论抨击迫使他取消代理人登记 波克赛现为水星公共事务公司 洛杉矶办公室的共同主席 根据报道 美国国会也拟立法禁止全美购买海康威视设备 该公司即将面临新的危机 不过近来美国大量采购海康威视商品 美国媒体上个月就披露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 全美国各地花费了数十万美元 购买海康威视的监视器 以及热显像摄影机 总部位于伦敦的数位人权组织Top10 VPN 去年12月也推估 全美国有数十万座海康威视的监控设备 纽约市就占了超过2万座 美国影像监控研究机构IPVM 营运主任梅耶直言 中国政府控制的海康威视 竟然一直收买美国的前国会议员 这太可怕了 海康威视的主要控股方 为中国的超大型国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川普政府已经在2018年 禁止联邦机构使用海康威视设备 并且在去年禁止美气 向该公司出口设备 拜登则是在上个月 加码禁止美国机构进行投资 但是民众仍然可以在网路上购买 综合媒体报导 香港在南壁封堂 今天凌晨2点多 经传多艘船只冒烟齐卧 据传已经迫及了至少16艘船 消防单位当时就紧急出动灌救 火事在凌晨将近5点左右 一度升级为三级 而目前船出确认至少1人送医治疗 根据当局后续表示 至少有16艘包括游艇在内的船只发生火灾 现场冒出大量火光以及浓烟 更传出连续的爆炸巨响 消防单位获报后紧急前往灌救 火事在凌晨4点44分升为三级 到今天凌晨6点多 在多艘消防轮不断涉水之下 火事才逐渐受到控制 不过现场仍然浓烟密布 消防处为此通知了民众 可以先关闭门窗及保持镇定 火灾现场至少有17男 11女被疏散或救出 一名12岁男童则是因为吸入浓烟被送院治疗 目前正在欧洲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6月25号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以及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进行了会谈 法广综合报导 会谈中双方毫不意外地谈及中国问题 布林肯指出 民主国家的挑战是为本国人民 同时也希望为全世界人民强化民主自由的制度 这个制度近年来因为本身内部的分歧 以及极权国家的挑战而出现了动摇 而他发现马克龙总统也是这么想的 也专注于取得实际的成果 对于美国要如何对抗中国一带一路的经济与安全野心 布林肯则重申将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正向稳妥的方案 不似中国方案总有附加的条件 包括将新冠肺炎疫苗当作了胁迫的工具 法国外长乐德里昂则表示 美国与法国双方对中国的看法是一致的 布林肯则称 在过去几周的时间里 看到欧洲与美国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 居向一致 美国与法国也有相同的观点 无论是对竞争、对抗还是合作 与盟友一起接近中国时 将会比单独的行动有更大的影响 无论是在七国集团、北约还是欧盟 布林肯认为已经看到了在宣言和所作决定中的趋同 最后布林肯也强调 目标并不是要牵制中国 也不是要建立一个反对中国的政策 而是为了要支持一个 基于法国和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规则 和标准的自由与开放体系 他的想法是与盟友和伙伴一起支撑这个体系 不是反对中国 而是为了对未来和国家之间关系的积极愿景 德国总理默克尔长期来对中政策较为温和 也因此部分舆论指责 其态度过于轻忠而忽视了中国 在新疆人权与香港民主之上的问题 虽然近来欧盟在对中政策上有靠拢美国的趋势 其他工业国领袖会议声明也强烈地谴责中国问题 但是现在德国代表性的政治人物 似乎仍然打算维持现有的对中态度 德国最大党联盟党总理候选人 也是目前最热门的总理接班人选拉舍特 他表示反对和中国展开冷战 他称中国是竞争者和系统性的竞争者 他有另外一种社会模式 但是中国同时也是合作伙伴 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他警告道 各国不应在地缘政治冲突中陷入冷战思维 他还说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会尽一切可能促进关系 但同时明确德国对中国的期望 表示中国应该要接受互惠和多边主义原则 并且尊重人权 另外德国前外长菲舍尔近日也对外表示 他认为孤立中国的想法很荒谬 德国之神报道 德国前外长菲舍尔认为 鼓励中国的想法是荒谬的 西方早该认清事实 中国不会因为融入全球经济市场变得更民主 菲舍尔当年的政坛搭档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则强调 以道德导向的对中政策注定失败 这两名德国前红绿政府首脑皆强调了 与中国对话及合作的必要性 而这也是当前总理默克尔的基本论调 德国之神综合报道 联合国教育科学以及文化组织 辖下的世界遗产委员会 在6月22号正式的建议 位于澳洲的世界最大最长珊瑚礁群大宝礁 应该要列入兵围、世界遗产名单 并且采取行动 以免持续地受到气候变迁影响 由于此一建议将会冲击大宝礁的世界遗产地位 并且影响到当地的观光收益 招致澳洲的强烈反击 不知名的澳洲官员甚至向路透社指控 此事件幕后有中国的政治因素介入 而本次世界也成为了中国与澳洲之间的最新争端 大宝礁是国际旅游圣地 1981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澳洲政府近年来极力地避免大宝礁列入兵围 以防被进一步除名 但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在21号提出草案报告指出 大宝礁正面临确定违宪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澳洲政府强力反弹 前夜晚已经连夜地向世界遗产委员会秘书长阿祖来表达了关切 澳大利亚人报分析认为 这是中国利用自身在世界遗产委员会担任主席之便报复澳洲 但是詹姆斯库克大学环境问题专家王如涵博士接受的郭之生采访时表示 大宝礁处于兵围的状态已经是事实 大宝礁曾经分别在2016、2017以及2020年多次出现过严重的白化现象 所谓白化指的是珊瑚体内带有多种颜色的共生藻 因为环境变化而死亡 因为只有灰白色的珊瑚虫存活 而使得珊瑚教颜色变白 由于共生藻为珊瑚虫提供能量 共生藻的死亡也会连带珊瑚死亡 因此是严重的珊瑚病理现象 白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海水的温度上升 也就是因为全球暖化所导致的 但是政府的担忧也并非毫无道理 因为若没有了大宝礁旅游的话 当地整个经济就会消失 居民的生计就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 不过王博士认为相比经济的损失 澳洲政府真正在乎的可能是面子问题 他说到很多战乱以及发展中国家 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不得当 而导致境内世界遗产被造科文子组织点名批评 但是澳洲既不是战乱国家 也不是缺乏经费的国家 大宝礁却被认为没有妥善管理 而列入被批评的名单 这对于澳洲来说是非常没有面子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夹lls级完日地做什么 我们立刻来做一个心理 我们改述所以文化可以做个孩子的 在这下述谱峰 为什么我们改述到一网